合并令是什么意思呢 有记的文件 前面呢 例如说可以放好某某人 例如说某某某先生你好 某某某小姐你好 然后接下来我记 而且记给谁呢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可以直接记到他们的信箱 例如说第一个人记王小明 然后直接记到这个他的信箱 所以他就直接去收信了 所以合并令可以不用纸张 或者是输出的方式可以印成一个纸本 或者是直接记到对方 所以合并令它在宣传啊 或者记活动DM是很方便的 那我们现在先来观看一下 怎么做合并令 合并令这边用到两个档案 这个档叫做文件档 我们扩称主文件 最主要的文件 这个叫资料档 也就是说里面会透过Excel 它表格的一个性质 它会放这个人是谁 他是男生女生 还有他的地址啊 电子邮件啊 这些资料 所以有分这两种档案 通常我们是把这个主文件打开来 打开来之后把资料放在这个地方 比如说某某某您好 而不是说直接寄给他您好这两个字 这样的话是可以拉近彼此的距离 怎么做这个合并列印 合并列印这边是不是可以建立信封 或者是标签 那我们现在做的应该叫做信件内容 所以这边我们都不点了 然后你有没有发现这边其实建立完毕 是不是启动合并列印 然后后面全部都是灰色的 没错 你就只要按照这个顺序 把它设定完毕就好了 所以我们继续做这个选取收件者 点选收件者之后 这边有建入新清单 就现在开始打字 或者是使用现有的清单 就是现在就已经有那个Excel档案的话 我们就去选它 所以使用现有清单 使用现有清单 我们要选什么 刚刚我是把那个Excel清单放在这里 合并列印 然后邮寄 合并列印资料文件 然后开启 然后这边是不是有三个工作表 我们要选择第一个 第一个工作表 确定 这样我们就把资料叫进来 叫进来之后 你看这边全部都变成什么了 可以使用的状态 已经不是灰色的了 接下来我是不是要去做书写 与插入栏位 所以选这个 插入什么栏位呢 性名 我觉得还是放姓名 然后接下来 接下来在这个地方是不是有性别 我们先不谈性别 我们就直接先打一个先生小姐 好不好 先生 然后斜线小姐 您好 因为你也不知道 王晓明是先生或小姐 我们就直接去做一件事 就是完成合并列印 因为这边是不是有左到右 这边已经设定好了 设定好了之后 我们是不是可以在这个地方 完成与合并列印 这边有三个 第一个是编辑个别文件 我就可以分别去看 每一页 一页就是一个会员的信件 所以如果有三个会员 我就会有三页 那列印文件就直接把它印出去了 通常在列印之前 应该会先编辑个文件 然后这边还有透过电子邮件传送 那如果有三个会员 我就寄三封信出去了 就这样子的差别 好 那我们现在因为没有要记 如果要记的话 就直接点它就好了 那我们先看这个编辑个别文件 点下去之后 先选全部的内容 确定 请你仔细看一下 现在有两份文件 一个叫做什么 原本的主文件内容 这是原本的主文件内容 这个是什么 结果文件 结果文件 你看第一个 王晓明先生小姐您好 第二个 李大鹏先生小姐您好 第三个 赵小美先生小姐您好 没有了 就这三页 因为只有三个人 这就是简单的一个合并列印的做法 这一页 几乎我们就是拿来做列印用的 所以我就先暂时把结果文件关掉了 不要储存 就是请问你要储存的文件是哪一种文件 是不是主文件 然后请问你要列印的是不是结果文件 好 那至始至终你都不会去打开来的是资料文件 我们就请你先学到这个地方 请你先做 和并列印 请不吝点赞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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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